大家好 我是嘉蜜柏宇中學的黃偉強校長 嘉蜜柏宇已經差不多達入45年 歷史又不算太長 但都已經不短了 或者學校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是一間推動基督教教育的中學 所以學校都很著重關愛文化 而這個關愛文化的特色 在哪裡彰顯出來呢 就是我們學校有很多校友回來教書 而我就是第一屆在這裏學校的畢業生 由我之後 路路逐逐有不同的校友 在他們學成之後 就回來武校到任教或者任職 現在已經超過二十幾位的教職員 是我們校友來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濃厚的關愛和人情的關係 譬如我當學生的時候 的校長 班主任 老師 後來就成為我的上司或者同事 而在我之後 不單止我的學生回來做了老師 我的學生的學生都回來做了老師 還有我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都已經回來做老師 所以我們總共現在在學校裏面 如果用這樣的計法 我們有四代的同工已經在做事 所以我們學校有一個很鞏固的 很深厚的人情味的文化 而這個人情味的文化 是由學校很銳意去栽培學生 很好的成長 不單止是學業成績方面 我們很著重人與人的關係 因為在我們的信仰裏面 我們是通過推動基督教教育 聖經教導我們 慎哀我們 我們又要學習彼此相愛 所以這就成為了學校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一個文化深厚的基礎 所以除了我們要去推動學業成績 因為學生最重要都是應該讀書讀得好 但同一時間我們亦都以聖經為基礎 教他們建立一個好的品格 以這個品格亦都能夠一個很重要的 將來他們成為一個有用 願意貢獻國家 貢獻社會的一個人 是一個很需要有的教育理想和理念 成為他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所以在我們方眾當中 除了在我們的方眾家長裏面 他們都很想進來加拿大培語 除了因為覺得我們的學業成績很好之外 因為在我們方眾和家長的口碑當中 都認為我們的學生很乖 在社區裏面都有很好的榜樣 所以有很多家長會覺得 很想自己的兒女進來加拿大培語中學受教 不單止希望他們將來可以升級大學 更加能夠學習一個做一個良善的人 我相信這才是我們整個加拿大培語的工作 骨幹和名物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左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